在特朗普5月8日撕毁一核协议之后,中东小霸王以色列又开始司机行动了。 在5月10日,以色列出动近30架战机,其中有F-15I和F-16I战斗机的,他们接到黎巴嫩上空对蓄境内伊朗35个直视目标发动了空袭。 这次空袭是中东第五战争以来,以色列最为精心准备的空袭,主要集中在去首都附近,去以格兰高地边境地区,和蓄利亚南部割省,之后伊朗和蓄利亚展开回击。 尤其在是俄罗斯出面调解,以色列才有点收敛。 然而,随着俄军撤离蓄利亚,以色列又蠢蠢欲动,反而加大了空袭蓄利亚的力度和频率。 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12日报道,以色列又出动空军战机,对蓄利亚西南部格兰高地重要城市为库奈特拉展开导弹空袭,以军方声明对蓄方实施了打击。 称该打击是对日前蓄无人机入侵的回应,以色列国防军表示,外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击落的无人机,就是来自蓄利亚境内。 他们警告蓄方,如果再自清举妄动,那么以色列将对其展开新一轮的袭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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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